當波籃球快遜 摩蘭特志三火線復出 精神可嘉而且在比賽中單槍匹馬 全場斬獲45分同13次助攻 不過孤膽英雄難擋胡仁多點開花的得分浪潮 系列賽總比分1比2落後 星期二早上 胡仁繼續助陣加密閉網體育館和灰雄 展開系列賽志四之戰 直播屆時 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季後賽系列賽最大的特色在於調整 上一場輸球的在任署 贏球的在名署 主帥會出什麼戰術應對 對比賽最終的走勢起到非常關鍵作用 系列賽G2X 迪爾文神兵天降13頭10中 斬獲22分同13個藍板 謝倫積信都有18分進帳 毛摩蘭特 灰雄在內線拼下50分 胡仁內線防守明顯過於鬆懈 夏姆在G3給取左折以失利的教訓 在禁區裡直接布下鐵桶陣 藍底人山人海 安東尼大維斯 勒幫佔士同雲達比特死死陣守藍底 根本不給X 迪爾文同謝倫積信發揮空間 歌牆兩人合計貢獻19分 摩蘭特3分10投6中 這個都是夏姆的戰術佈置策略所致 盡可能將你趕出禁區終結範圍 3分線你可以隨意投射 摩蘭特確實神勇 反擊衝陣直線不減速造殺傷 個人罰球14罰13中 一己之力將球隊剛在肩上 奈何迪 布魯克斯 泰路斯中斯 堅拿特和戴維羅迪等射手全面失準 無奈接受最終的失利 相對系列賽前兩戰 夏姆G3在開場戰術佈置上有了一定的改動 更多比勒幫 佔視同李維斯輪番持球策動 同安東尼戴維斯打高低位擋策 2 羅素以無球定點射手角色為主 這一波效果明顯取得良好的開局 建立起巨大領先優勢之後 夏姆先比2 羅素造場上的策動點 主帥根據比賽局面做出了很好的應對 立邦佔視 李維斯2 羅素三人輪流扮演控場者角色 每個人分工明確 角師奇跡 就是指金軍團子三打得順風順水的關鍵所在 灰紅子三之所以落敗 很大原因是首節沒有好好應對 和剛剛開場手感比較緊有關 在場上好像無頭蒼形 頭籃完全失常 頭籃25頭只有3中 3分13頭只有1中 沒有3分火力牽制 胡人禁區有人山人海 大量協防令X 迪爾文和謝倫積遜在內線 完全沒有操作空間 所以全隊首節只得到可憐的9分 早早落後 26分0之後 三節打得相當被動 之後 三節灰紅外線手感終於恢復 3分26頭12中 很大原因是摩蘭特大量衝擊內線壓縮防守 獲得了不少的外線投射機會 個人末節一度連得22分 率隊死戰不退 總結 灰紅追分有摩蘭特孤膽英雄 指金軍團就有安東尼、戴維斯和勒邦 暫視雙超具穩定場上局勢 成功抵擋住最後的反撲 展望二四 胡人層面 安東尼、戴維斯在內線的殺傷力顯而易見 系列賽前三場合計貢獻15次封阻 只要他在場上 就能夠在攻守兩端帶動球隊 勒邦佔視和安東尼、戴維斯雙超具無具封浪 其中勒邦佔視在2、2賽後遭到2 布魯克斯嘲諷後 在場上打得更加賣力 上場以25加10的大號兩雙強勢回應 最後 八川旅和李維斯掩然成為了雙星背後的最佳配角 在場上不斷為球隊貢獻力量 灰紅層面 本賽季內線得分聯盟前三水準 快攻得分第二 衝擊力放眼全聯盟都是手屈一指 但軍場三分命中率排名聯盟20名開外 三分火力缺乏確定性 這個都是胡人可以明顯利用的突破口 所以 第二 謝倫積信和X 迪爾文等球員 如果不能夠在禁區穩定輸出 從而改變對手的防守策略 估計球隊會佈二、三的後塵 陣容方面 中鋒史提昏亞當斯和前鋒班頓奇勒等人 因傷缺陣